好,這也是一個要利用 向量內積來算 夾角 angle between A 跟 B 但是跟剛剛不一樣,剛剛是用 給了我們單位向量表示法 那現在呢,我們 看一下 他說,向量A 它的長度是六個單位長 向量B它的長度是七個單位長 而A.B這個內積的結果 已經知道內積的結果是14 所以我們要算的cosθ呢 其實就是等於 A長度B長度 分之 A.B 那這個很簡單,題目都已經告訴我們所有的了 A.B是14 A長度是6 B的長度是7 所以我們就直接就可以做出來的 就會等於 約分 這個2 約分 3 就是1 3 所以我們θ 就是 Arccos 1 3 這是我們 這個問題的解 好,所以是70.5度 OK,很簡單 這個問題一下就算完了